千军一发之际 一层诡异的荧光 突然从韩帝的身旁亮起 只见石穿空 眉心之处 一道荧光 符纹瞬间飞出 怦然炸裂开来 光波荡漾开出 两个人身影均淹没进去 瞬间消失了 一声巨响之后 碧玉飞车 被金色脚掌上的光波波及 直接爆裂开来 画完一团青绿的积粉 空气中还残留着 阵阵金光余微 和屡屡不慎明显的空间波动 韩帝两个人的身影 已经全然不见了 金西大王发觉两人逃顿 口中发出一声怒急的长笑 把目光一扫前方的扇轮 视线朝极远的方向望去 做事就要追击去 然而身形才刚刚一动 神色就忽然一变 骤然停了下来 因为不知何时 极远处的天幕上忽然出现了一团浓厚无比的黑色阴云 遥望阴云两久 金西大王神色几乎变幻 最终还是没有追下去 身形倒立而回 落在那座金色驾链之上 远顿而去 十数万里之外 一片长满清脆灌木的丘陵上方 地面突然鼓涨起来 两道人影破土而出 正是韩丽二人 此刻的他们呢 看起来多少有些灰头土脸 特别是石川空 嘴角还挂着一丝阴红的血迹 显然还是先前忙于逃命 根本来不及擦拭 韩丽衣袖一卷 身上浮沉进去 海口问道 这金西大王竟然没追上来 他一路追着我们 已经闯入黑幼大王的底盘了 之前跳过来那一下 估计也就是不甘心给我们逃了 才试着能不能一击得手 毕竟他也不敢太过深入 否则黑幼一旦清朝出动 他才想抽身逃走 只怕没那么容易了 原来如此 哦对了 刚才你没心里 飞出的是什么东西 竟然能一下 带我们瞬间 瞬移出十数万里 是父亲给我的 为数不多的保命符之一 也只能用一次了 韩丽皱皱眉又说道 方才一所的瞬间 我还是若隐若现地 察觉到了一股 与那金西同样强大的气息 只是没顾得上戏茶 就传入到地下 我们该不会是 才出狼血又入虎口吧 石川公文言 抹去嘴角的血迹 缓缓地说道 心前之所以想着往这里逃 除了考虑到黑幼和金西那丝不对付 想驱虎吞狼之外 实际上还是有些别的考量 这黑幼大王虽然也是石幻之一 不过和其他几个倒还是有些差别 哦 有何差别 这黑幼大王啊 虽然也是如毛淫血的凶兽出身 不过据说 当年最初得到的契机有些特别 修的并非是我们圣语功法 反倒是你们仙界的三清道法 忽而在心性上不如其他识患那般试杀 反而喜好附庸风雅 读些诗书礼记 据说还曾几次假扮读书人 游历了一些世俗王朝 哦 韩力文言眉头微挑地说道 宝读诗书的凶兽 倒真是有些特别 诗穿空眼中都有鄙夷之色 不过是沐喉而惯的可笑行径罢了 传闻中 其早年还参加过一国的科考 不过三次结实不中 连个举人身份都取不到 所以凶性大发 把这一国朝廷从皇帝到六部官员 吃了个赶紧 嗯 还没听完 毕竟是凶手出身 性情不定 我看啊 咱们还是尽早离开吧 哎 利兄有所不知啊 这黑幼大王这些年来 一直与熊聚城那边关系暧昧 彼此之间暗中有些交易往来 可见其是有意甩开着石幻的身份 所以我们只要不刻意生出是非 在其狭境之内就不会有太大风险 而且 我还想去一趟他们的黑幼城啊 黑幼城 对 这石幻山脉 虽是蛮荒所在 却产出一种名贵的 紫阳暖玉特殊的灵彩 此物乃是极为罕见的宝物 可以调节猿鹰和肉身的契合程度 可以大大减少 夺舍猿鹰和肉身的魔力时间 我的一位下属 你在真言门遗迹中应该见到过的 就是那位风铃道友 他正需要此物 而且此物也能立意神魂 或许能够令提魂道友转型 也说不定了 韩力文言略意犹豫 我并非你们魔族中人 这一点不会引起麻烦吗 利兄 我若没有看错 你曾经也是修炼过魔族功法 稍稍将功法气息外露一些 即便不去生林画脚之地 也一样没有关系 韩力文言 凡胜真魔宫暗自运转 体表之上金光一闪 部分外露皮肤上 浮现出片片金林 如此也没有问题了 那走吧 这里距于黑入城还有不少路程 利道友你的飞车被毁 接下来就乘坐我的乌神飞梭吧 利道友也可以趁机休息一下 石穿空说着抬手一挥 一团乌光闪波 一架乌黑的飞梭浮现出来 空体乌光闪亮 缩身铭刻着一道道 飞鸟形状的黑色魔纹 看起来不比那碧玉飞车差 那我就不客气了 韩力笑着纵身飞到飞梭上 石穿空也飘身飞起 手中掐绝 这乌神飞梭表面黑光一闪 化作一道黑色幻影 是破空而去 到这西北方向飞去 转眼间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 虽然没有了追兵 但是石穿空和韩力也并未放松 一只全速的赶路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黑幼大王统治的区域 已经靠近石幻山脉的边缘 此处凶兽的数量明显比金西岭少了许多 两个人这一路啊 比先前顺畅了不少 并未遇到太多凶兽的袭击 终于到了 韩力虚空而立 朝着前方望去 只见前方树立之外啊 赫然有一片一望无际的巨大湖泊 此湖之水呈现出身紫之色 看起来极为怪异 湖水虽然奇特 但并没有危害的样子 湖中鱼虾极多 湖面更是不时飘浮着一团团碧绿水草 到处都是一副生机勃勃的样子 石川空站在韩力的旁边解释说道 此湖名为紫分湖 据说盛产一种分域 因而得名 因为湖底有一条巨大的分域矿脉 其中元气泄露出来 将整片湖泊的河水尽数染成紫色 而分域和紫阳暖域乃是半生灵财 开采分域时 偶尔会挖到一两块紫阳暖域 分域矿脉数量极少 在整个剩域都没有几条 能够诞生出紫阳暖域 大型分域矿脉 据我所知只有这里 体温如今仍在昏迷之中 而且气息隐隐有些降低之时 我暂时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指望这些紫阳暖域 发挥一些作用吧 石道友 既然如此 那快走吧 先等一下 我们的样貌有些扎眼 还是变换一下比较好 石川空说完 口中念念有词 身上顿时浮现出一层 水波般的黑光 一阵闪动之后 便潮水般的褪去 石川空外貌赫然已经大变 化为了一个健壮的黑面大汉 手脚等处长出一根根黑色毛发 看起来很像是石幻山脉中的 一个狼族之人 韩力见此也掐绝变幻容貌 金光一闪后化作一个 紫发闭目的独角青年 他施展的这个唤醒秘术极为精妙 其中还添加了一些 法言天地的玄妙 再加上凡圣真魔宫长出片片金林 即便是大罗镜存在 也未必认得出他的真身 变幻容貌之后 韩力立刻一跺脚 化为一道顿光 朝着湖泊深处飞去 石川空身形一晃 紧跟而上 以二人的顿速 片刻间便潜进了数十万里 就在此刻 前方天际浮现出一团模糊的黑影 很快变大 却是一座方圆数百里大小的黑色岛屿 一座巨大城池耸立其上 占据了整个岛屿 城池的城墙通体 以一种黑色晶石 累气而成 极为的高耸 足有百丈之高 看起来雄伟之极 城墙上 明印了一些不知名的紫色纹路 似乎是某种加固阵纹 散发出阵阵的紫光 给此城 添加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此城正是黑又城 黑又大王居住之地 汉立二人放缓了顿光 因为周围已经不再只有他们二人 一道道顿光出现在附近或远或近的地方 下面湖面之上 也出现了一艘艘巨大船只 朝着前方 城池而去 越是靠近黑又城 周围的顿光和船只就越来越多 万鸟投林般朝着黑又城 汇聚而去 二人不想引人注目 便收敛了明亮的顿光 身上的气息也保持在真仙境的层次 韩立目光看向那些巨舟 眉梢乎的一条 露出一丝惊讶之色 嗯 厉道友 怎么了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up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